据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,美国5月的CPR同比上涨了8.6%,食品价格更是同比上涨了10.1%,应当说美国财长耶伦和美国传统政客不同,他还是比较务实地在一系列飙升的数据面前。 他不得不承认,对俄制裁正在反噬美国。可以说这种反噬体现在方方面面,预示着美国这个世界霸主,已今日不惜山,正在走向衰败的下坡路,随时都有跌落山剑的可能。 一,拜登想帅锅普京,美国民众却不认可,近日美国名义苏打州一加油站的大型标语。我们也讨厌我们的油价,赢得了美国各界的广泛关注,充了网络热搜。 服务中心加油站的老板格拉夫,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下属的电视台解释说,他没有从高油价中多赚钱。 即使汽油价格上涨,加油站在美伊加伦汽油上的利润和从前是一样的。目前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,美国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达到了5美元,而一年前还不到2.90美元,已经上涨了近80%。 然而拜登却把一切都赖在了普京的身上。不过美国民众可不买账,以为用户在评论区写道,普京的涨价,开什么玩笑。 使美国政府大规模的联邦支出,推动了这次通货膨胀的上升。 假使石油公司说他们不能控制价格,为什么会有一万利润? 看来美国的大能源公司,实际上是这次俄乌冲突的受益者。 从这个角度看,美国和俄罗斯是一伙的,因为他们都从飙升的油价中受益。 最让拜登闹心的是,他的支持率已经比当年特朗普还要低,这让人们不得不怀疑。 还没等美国抛弃乌克兰,可能美国民主党就准备抛弃拜登了。 因为人们普遍把现在的高通涨都归咎于拜登的务能。 当拜登把所有美国问题都归咎于普京时,我认为美国人民不会再投票给拜登了。 二,拜登想解决婴儿奶粉问题,却惹下大祸,由于全球物价飞涨,再加上美国人为的搞破坏。 全球产业链已经多处出现了断裂,致使美国的奶粉断货,数百万美国儿童正在嗷嗷待不。 拜登也很着急,这倒不是因为关心美国婴儿的生命,因为这会让他失去大量女性选民的选票。 因此他亲自下令,动用军机,从世界各地抢于奶粉。 然而任何产品都有生产周期,不是想增加就能增加的。 面对全世界奶粉紧缺,拜登也无可奈何。 更惨的是,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等多家美媒报道,全美有多大九名儿童,在食用婴幼儿配方奶粉后死亡。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表示,两名儿童是在食用了亚培公司,在密歇根州斯特吉斯工厂,生产的含有板齐克罗诺杆菌的奶粉后死亡的。 然而亚培公司却不打算认账,他们对美媒表示, 其婴幼儿配方奶粉和死亡事件之间没有因果关系。 有这样的水平,拜登还想把全部产业链都搬回美国,真是太不自量力了。 现在的美国早就已经产业空心化了,这不是拜登个人愿望能改变的。 三,呼吁盟友支持乌克兰,却被乌克兰教训了一顿。 近日拜登为了挽救自己快到地板的支持率,也为了向外界展示自己的能力和水平。 他在民主党的筹款活动上发表讲话时,竟然把现在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不断获胜的责任,都推在了泽连斯基身上。 他吹嘘说,美国情报部门在俄罗斯动手之前,就已经掌握了俄罗斯将入侵乌克兰的信息。 但是泽连斯基却不听自己的建议,也就是说泽连斯基没有根据拜登的建议,做好各项准备。 结果乌克兰的三名高官一点都不客气,毕竟回击了拜登。 泽连斯基的顾问波多利亚克表示,拜登此言不完全正确。 如今乌克兰已经抵抗实力强大的俄罗斯一百多天,而美西方国家却不敢派一兵一卒。 因此在这个时候指责乌克兰是荒谬的。 随后泽连斯基的发言人尼西弗洛夫也表示,希望美方能够澄清相关言论,不要往乌克兰头上发脏水。 泽连斯基发言人尼西弗洛夫直接爆料说,当时拜登根本就没有得出俄军会动手的结论。 美无双方只是在评估俄军的真实意图而已。 而且尼西弗洛夫还愤怒地说,不听话的并非乌克兰。 因为当初为了阻止俄罗斯入侵,乌克兰多次呼吁伙伴国先制裁俄罗斯,以迫使俄罗斯撤军,放弃进攻乌克兰。 然而美国及其盟友就是不听话。 看来耶伦的看法是对的。 美国对俄罗斯甩出的所有制裁飞镖,最终都变成了回旋镖,反噬了美国。 把美国扎得浑身是血。 拜登原本想通过一场俄乌战争,挑起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的仇恨,把俄罗斯踢出碎斧。 彻底击溃俄罗斯的经济,让卢布成为废纸,让俄罗斯成为世界经济的建民。 然而让拜登没有想到的是,俄罗斯手握能源、粮食、化肥等紧缺商品。 不仅让俄罗斯扛住了制裁,还在大宗商品价格高涨之时,大赚特赚。 目前卢布的汇率不仅完全收复了失地,还大幅上涨,成为今年表现最好的货币。 这实在出乎美国人的预料。 其实美国之前也没少敢挑拨离间这样的勾当,不然也不会被网友称为美离间或中国。 但是由于美元是世界货币,因此每次美国都能凭借美元的特殊地位,侥幸过关。 这次也一样,美国在疫情期间,不顾美国民众的死活,并没有认真组织国家进行抗议。 却想通过大量印钱,来拯救美国经济,然后再将货水引向世界,让全世界买单。 可以说之前美国这一招屡市不爽,美国先是放水,大量发新美元,然后再加息和收回美元。 让世界各地因为缺少美元,而陷入经济危机,美国资本就趁机收割全世界,用全世界的血汗,为美国续命。 然而此时美国却发现情况不对,不仅全球没有因为美元泛滥而开足马力生产,全球却都陷入了物价飙升模式。 这对依靠进口低价商品,过日子的美国来说是致命的。 因为美国人没有存钱的习惯,面对不断上涨的物价,许多美国人连车都开不起了,也没有钱去旅游了,甚至连肉都吃不起,准备吃素了。 更让美国政府夜不能寐的是,不但没有出现各国抢购美国国债的盛况,日本,中国等大户却在大幅减准美债。 仅在四月份,日本就竟卖出了2.4万亿日元的美债,为连续六个月抛售美债。 这对美国来说可就太悲催了,因为即使美国发行再多的美元,也没有人愿意接受,只能由美国国内消化了。 这样一来不仅会让美国的通胀越来越严重,更让美国人再也无法收割全世界了。 看来不仅美国使出的制裁措施,最终反噬美国就连美国多应出的美元,也最终祸害了美国自己。 然而不知死活的美国,还想同时应对中俄。 拜登可能忘了,当年前苏联就是同时应对中美,才在大阁竞争中失败的。 如今美国已经病如高荒还在逞能,竟然也想同时与中俄对抗,其结局一定比前苏联还要惨。 自从俄罗斯逐渐占据优势,乌克兰推势竞选时,地缘格局,大国博弈就发生改变。 美国企图将芬兰,瑞典打造成新棋盘。 在土耳其还在漫天要价时,北约13个成员国,40艘舰艇就开完瑞典举行联合军演,透露出强力支持两国入北约的风声。 你可以认为这是逢场作戏,也可以认为是一场欲谋。 美国的舆论已经做到为了,鉴于俄罗斯威胁论的存在。 八成以上的芬兰和瑞典的民众,都不反对嫁入北约。 同时北约诸国舰艇纷纷入驻两国,相当于给他们打了一针抢心计。 乌克兰的可战之势,战略腹地禁食,利用价值不高,倒不如把主要资源偷到芬兰和瑞典去。 棋子这么多,不只有芬兰和瑞典,还有波罗的海三国,真不差一个乌克兰。 拜登多次公开表示,不参与俄乌冲突。 基辛格也多次公开表示,要求乌克兰割地求和。 美国精英们对乌克兰真不抱希望了。 相信不久后,泽连斯基的热度下降,任他喊破喉咙,都没人大力。 接下来美西方集团将会把注意力放在解决经济危机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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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travelling 会把视频转发 连机的力量都发 连机